柯以柔曾经有三众身份 演员、歌手、作家 如今,她又多了两个身份 她是电商老板 也是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自古红颜多薄命 其实,才女也一样 都逃不过被捉弄的命运 问世间、情味何物 不是教人生死相许 而是让人肝肠寸断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柯以柔 台湾艺人柯以柔代求 嫁厨师老公郭宗坤 两人育有三名儿女 柯以柔之前与老公为了换房 还是增加工作室友争执 暂时分居冷战三个月 她以为老公住旧家 不料被媒体爆出 郭宗坤和餐厅女员工 一起出国并同居 出轨新闻成为焦点 柯以柔首度在面部上 回应此事 全天下没有一个女人 希望这样的家务事 血淋淋地摊在阳光下 被大家讨论 我的家庭做了不好的示范 浪费许多社会资源 真的非常抱歉 柯以柔表示 和老公之间的相处问题 她也必须省思 婚姻真的是人生中一门 很难修的学分 进退之间都考验着双方的智慧 她说自己会坚强面对 现阶段我只想到 要如何冷静地面对孩子 并保护他们 把对三个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因为当妈妈的人 没有资格倒下 柯以柔过去两次传出婚变新闻 她都选择出面力挺老公 这次终于彻底心寒 她承认到现在都没和郭先生联系 恳请大家给我时间 好好思考 接下来的路 郭宗坤被曝和女员工 某单独出国 疑似多次到女方住处过夜 让柯以柔彻底崩溃 带妈妈到店里 与两人对质 郭宗坤解释 都睡店内 有榻榻米的包厢 或地下室椅子 跟某上楼后 都睡楼梯间或是屋顶 逻辑不通的说辞也被邻居打脸 婚变风暴扩大 她发声名称 与柯以柔之间 从8、9月开始出现问题 强调本人并无任何婚外情 外遇的行为 但又希望家人再给她一次机会 说法前后矛盾 若无犯错 何须再给她机会 爆料者说 以前店里的员工们 都住在松山区的宿舍内 一层楼有五个房间 郭宗坤却随着某单独回宿舍休息 有回被其他人撞见 他声称是到某房间借计算机 只是某所持的是笔记型计算机 若要借给老板 可以轻易从房间取出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牵强理由 让其他同事难以信服 郭宗坤反击外遇怡云 抱怨可以柔眉照顾她 没帮她洗衣服 爆料者说她的厨师服 几乎都是Mo在洗 有次她没马上晒 我帮她拿出来放篮子 就看到绣着昆字的男生厨服 对于郭宗坤曾送定情酒给Mo 且屏外的侍女图像就是Mo1说 郭宗坤的有人向媒体指称 那只是实习礼物 但爆料者却说 当出科已柔省完妖女小柠檬后 还在坐月子 郭宗坤就已带着Mo出国坐酒 而Mo有家人在日本开民宿 郭宗坤也曾前去拜访 爆料人说 Mo与郭宗坤暧昧后 甩掉在新加坡实习的学弟男友 他也曾私下和其他员工说起自己和郭宗坤的事情 Mo装可怜 跟其他人说他知道跟郭宗坤这样不行 但他还是没办法 据悉 Mo喜欢郭宗坤个性温柔 很会照顾人 除了替他租房子 连银色Lexus车子也给他开 因老公郭宗坤与女员工过从甚密 柯已柔提出离婚要求 至今仍未有结果 柯已柔受邀出席三立爱玩客系列节目 迈入20周年活动时 直言两人已经无法再下去 但心情已经平静许多 淡淡地说 时间会淡化一切 柯已柔表示 现在生活都蛮稳定的 只是因为要照顾小孩 所以没做节目 他强调我也没推出演艺圈 虽然夫妻俩正在打离婚官司 柯已柔坦言 小孩子都大概知道自己爸妈的状况 对他们没有太多的隐瞒 快两年下来 看他们都蛮坦然的 柯已柔自认现在 心情平静许多 他淡淡地说 时间会淡化一切 他坦言在经历一年半的官司诉讼后 心态已调适不少 现能平心静气谈论此事 他也透露 官司之所以拖了一年半仍无结果 就在于和郭宗坤的立场不同 这一年半 我沉淀很多思考很多 现在状态还是会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 但我觉得分开好 对方不想 这场离婚官司从2017年一路达到2019年底 才终于画下句点 期间 郭宗坤曾控诉柯已柔逼他签下财产分离书 觉得自己被看不起 但就是不想离婚 据媒体报道 郭宗坤曾在受访时表示 被柯已柔逼签下财产分离书 内容主要是双方协议 各自拿钱养小孩 加上柯已柔自己买房投资都没他的份 觉得老婆太强势 自己在婚姻中地位很低 觉得被看不起 不过 柯已柔的友人则跳出来吐槽 其实 南方有很多个月养家费都持缴 买房投期款也难产 柯已柔与丈夫郭宗坤的离婚官司 法院二审再度判准双方离婚 郭宗坤还需赔偿40万台币 以及每月支付6万台币赡养费 对此 柯已柔通过经纪人做出回应 感谢司法 感谢法官让我看见公里正义的存在 一 二审诉讼已长达四年半时间 郭先生完全没有抚养小孩 现在只盼他能放下 一起负起抚养孩子的责任 成为合作的父母 让孩子们回归平静稳定的生活 郭宗坤则低调回应 还没看到判决 要问律师 2011年6月 可以柔和认识不到半年的名厨 郭宗坤步入婚姻殿堂 当时郭宗坤名下有一家日式料理店 身上带着海外留学归来的学霸夫二代光环 柯已柔似乎嫁得很幸福 虽然当时也有声音说他们不配 但也多从外形角度出发 要知道柯已柔是靠颜值进卷 在水果摊卖水果都能被星探找上门 嫁给一个矮胖秃顶大肚子男 实在有些浪费基因 也是因为这一点 柯已柔离婚后 一直被嘲讽视为前嫁人 她最近在直播中特意反驳了这一说法 公开表示 婚前她个人经济状况就比对方好 婚后夫妻俩也都是住女方家 男方根本就不是什么富二代 与此同时 柯已柔也再次提到自己被骗婚 她婚后才知道对方学历造假 有关她离婚案件的判决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也是没想到 原来当初柯已柔还真不是冲着金钱光环去的 而是看上南方的学历光环 可谁知道竟然是假的 只能说柯已柔还是给前夫留了点颜面 直到彻底离婚才说出真相 还是因为自己被攻击败金才不得不回击 实际上如果认真看看相关判决 会发现柯已柔这位造假前夫 远比想象中更不堪 柯已柔只说了婚前自己经济状况更好 没提婚后男方吃软饭的事 判决则是毫不留情 直接强调二人婚后都是AA制 柯已柔生了三胎之后 考虑到家里房子太小时再住不下了 就自己出钱买了一栋更大的房子 柯已柔这一举动似乎伤害到了男方脆弱的自尊心 房子买好了之后男方拒绝入住 之后就再也没有认真旅行过伴侣及父亲义务 也是在这期间柯已柔前夫开始出轨 前后和多位女性保持暧昧关系 和女员工一起同游 日本不归家 被柯已柔抓包后还死不承认 更爆出金句 我没有去他楼上过夜 我是在楼梯肩流眼泪 2017年10月 忍无可忍的柯已柔向法院提请离婚 理由是男方出轨 2019年10月 法院判处二人离婚 并且要求男方给予柯已柔40万台币赔偿金 柯已柔的前夫眼见着法院判决出轨 竟然还坚决不承认出轨 根据当时媒体报道 柯已柔直接停上痛哭10分钟 强调要孩子全部抚养权 而柯已柔的前夫呢 出来之后还笑着对媒体说 不会离婚了 接着就继续上诉 就是不肯与柯已柔离婚 接下来小三年时间 双方就离婚问题反复拉锯 一方面是男方依旧坚持自己没出轨 另一方面就是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早有知情人透露南方家庭是典型的重男轻女 只要儿子抚养权不要女儿的 而柯已柔是一定要把三个孩子的抚养权拿到手的 就这样耗了四年多 法院终于再次给出判决结果 和之前的判决没有太大区别 双方离婚男方赔钱 抚养权也最终确定给了女方 男方每个月给六万台币抚养费 42岁的柯已柔经历六年骗婚 终于就此解脱了 只是令人无语的是 柯已柔前夫都扎得如此明明白白的 竟然还有网友指责 柯已柔对孩子爸爸太狠 逼得他又曝光了一个离婚内幕 他们打离婚官司这四年多 所谓孩子爸爸竟然完全不抚养小孩 所以遇上这么个前夫 说句恭喜柯已柔成功离婚没毛病吧 他本人和妈妈对此结果也很满意 判决出来之后 隔天柯已柔开直播 他妈妈都忍不住入境庆祝 想到之前 柯已柔也感谢过家人 对自己坚持离婚的理解 最后就只想说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这里也祝福柯已柔和他三个孩子 未来生活可以更加美满幸福 柯已柔到护正事务所重办身份证 他在社媒分享身份证配偶蓝清空的照片 写到从今天起 我终于自由了 正式宣布恢复自由身 柯已柔和郭宗坤这场离婚官司纠缠许久 一路走来让他有感而发地说 也许对很多人来说 离婚很简单 但我经历六次调解 将近二十次开庭 因瘟疫关系 总共面对过六个法官 打了一场又一场的仗 终于等到今天 最后他也向前夫喊话 希望他寄取法院判决结果 勇敢扛起自己应付的责任 并大放祝福对方 郭宗坤则在面部写道 谢谢你 疑似回应前妻 他也为自己打气 要更努力工作 并陪伴家人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